我們這次都是講到發揚神聖誠講道法 並且會有例子如何應用 以及給大家操練 為什麼我會這麼強調 用發揚神聖誠講道法 以及時時去講神的聖誠呢 因為當你越看到神的聖誠 神的美好 你越相信 你就整個生命就會提升 就會很享受神 很感激神 但是有很多人總是覺得很辣 覺得做不到 所以我想幫助大家能夠做得到 而發揚神聖誠講道法 基本上就是將神的各樣東西講出來 五樣東西在旁邊一起讀 聖誠、心態、恩免、計劃、行動 這五樣東西有時是重複、重疊的 但是這五樣東西是引導我們 你不是一定要每邊都有這五樣東西 而是你可以有這五樣東西 第一樣東西就是聖誠 神的聖誠是很美好的 神的聖誠是充滿愛、充滿喜樂、信心、輕鬆、關懷、接立 祝福人、提升人 有計劃、有智慧、有聖結、有光明 神的聖誠是好得不得了 當你看經文的時候 你不只是看那個經文講什麼 而是說 這個經文為何會表達出這件事 因為神的背後就是 他那麼光明、美麗、慈愛、有恩典 當我們時時都看 即是思想患了神的聖誠 你看什麼經文你都會看到 上一次我們看的經文 特別講到神怎麼好 但一會講的經文 有些沒有直接講過 但我們都可以看到神怎麼好 當你時時覺得神好 對於你自己和服侍的人都有幫助 為什麼有幫助呢 你自己會經常說 神愛著我的、神祝福我的 這個事我也經常跟自己講過 無論有沒有困難 沒有困難我都是告訴自己 神很愛我、神看中我的 神祝福我的 就很開心、很喜樂、很平安 告訴自己我可以開心的 有沒有困難就好 我又告訴你 神很愛我、神看中我、神又看中那個 令我困難的人 但不要緊的 神會兩個都幫的 我總是會看到神的聖情 神的幫助 所以我的心很輕鬆的 是沒有淡子的 因為我知道神是沒有淡子的 神是很興奮的 雖然神要做的很多 但他很興奮的 他的心態 譬如有些有錢人 他很有錢 但他未必有心態幫你 神雖然這麼好 他如果沒有這個心態幫你 他在天上很好 譬如很多國家那些 或者中國人的神觀 都是這樣 坐在天上很好 他們那些神 不是真神 不過那些神有打架 拿渣又搶東西 孫悟空又偷東西 做一些壞事 神就像人一樣 那些人搬上天 不過他有關他事 你未必得到他的恩典 但神又不是神的 真神經常都有心態祝福人的 恩典就是他白白的禮物 即是他有很多禮物給你 大包小包 我們小時候都喜歡禮物 現在都喜歡禮物 想到禮物我們會歡喜 神有很多禮物等著給你的 很多的 一起說 神有很多禮物等著給我的 等著給你的 很多禮物 神的禮物多得不得了 如果你拿到一部分 你已經很豐富了 不過很多人是拿得很少很少 很少很少 所以他當然覺得自己很貧窮 那種貧窮心態 但其實神有很多的禮物 是很願意給 先求他的國和義的人 神就將很多禮物給他 即是神有心態 即是你看經文 你看他的心態 譬如像薩蓋的例子 那個坐在樹上 不等耶穌走那個 耶穌的心態幫他 耶穌主動幫他 那個核子在呼叫的時候 那些門徒叫他不要喊 耶穌主動要幫他 就是耶穌的心態 你看到很多人很困難 那些門徒甚至說 有些人拿小孩子來 想耶穌安守 那些門徒就禁止他們 但耶穌不要禁止他們 讓小孩子到我自己來 就是耶穌的心 就是整天都是祝福的 當你這樣想的時候 神經常都想充滿 你就不會覺得神很遠的 我經常都覺得神很近的 就是經常都覺得 神真的好了 神真的對我們真的好 神是好到不得了的心態 恩典很多禮物給我們 然後祂有計劃的 很長遠的計劃有行動 我們每個得救都是神計劃 不同的人幫我們 當我們想回那些事 不同的人幫我 我很感謝神 從我小時候開始 我小時候 其實當時來說 就是一種偶然的機會 也是因為家庭發生的事 因為父母離婚 就把我放在墳嶺 放在墳嶺 那裡有間墳嶺 甚至於小學 小學 還有一間天主教的學校 那時候 契良就問我 即是那時候 教給他照顧 你想去天主教學校 還是去基督教學校 我就想想天主比較大 去天主教學 他去問問問完回來 那間學校滿了 基督教學 好 你去到基督教學 我又很單純 那老師說 誰想回來主教學 一起來 我又回去 很單純 那我去完 我又覺得很平安 很舒服 但是那時候 其實很小時候 真的夢茶茶 都不太記得 又記得他唱耶穌 唱歌 就不太記得 內容 都不太記得內容 但是呢 接著搬出來 又去 剛剛就在一間五秦節 是堅倒五秦節 教會隔離 那家庭人 就放了我們幾個 弟弟就在那裏 就去回主學 就好像childcare 那樣 我覺得當時 我們在那裏 又可以聽到聖經 就是從小時候 但是之後 雖然我就 中學 就是之後 當時他們也沒有教 你清了得救 你繼續怎樣 親近神 遵從神 走整個路 都不太懂 沒有教這些東西 其實那時候 我已經三年班 四年班 就是這樣 但是都沒有說 不記得有這些 說過 所以 離開那個地區 搬了 就沒有了下文 到中學 忽然間 就會想起耶穌 但是那時候 覺得 可能是心理做 但是 神就安排 他帶領我 這個都是計劃 其中一個很搞笑 其實很搞笑 因為我小時候打球 等球下來 因為打籃球 未玩過 小學未玩過 等球下來 伸高兩手 球未來 就是 人家在打我 伸高兩手 有個人笑我 他說 耶穌救我 所以 由中學 中一開始 全部都是 叫我做耶穌 結果 在我 Form 6 的時候 去一個 我們去玩的營 有一間 女校 我們男校 跟女校一層 女校的老師 很奇怪 為什麼 那個叫耶穌 當然信得很厲害 所以 他就 剛剛神 就給他一個機會 又很奇妙 使用人 有三級 為什麼呢 他們去行山 那天 不知道為什麼 又沒有醒 我平時很醒 睡 我同房拍門 我都不醒 他就走了 然後 我看到太陽出來 我就覺得很美 因為之前也看過 科學的書 就說 這個世界是有神設計 那時候我就想這個問題 然後看到太陽出來 我就說 神創造真的很美 而太陽神都預備了 還有那個走廊 剛剛對著太陽出來 全部都神安排了 我們就住在那裡 然後 看到他回來 是人有三級 他急了 他上來 就跟我聊天 你是不是信耶穌的 我不是 為什麼我叫你耶穌 那一開始 我就跟他說 我很想知道有神 他就跟我說 就令到我又 就是我問了問題 是不是真的有證據 因為我來說 我在科學頭 他就答了我 很簡單 就令到我很有興趣 這些都是神安排了這一切的 很多個步驟 我希望大家都想回你的生命 你的成長 你經歷聖靈 都很多個步驟 都是神的計劃 就是每一件事 不是一聲 是安排好那些人 在適當的時候 還有這個老師 他懂得回答我這個問題 有些人不懂得回答 不懂得回答 有沒有神的證據 他不懂得回答 但這個人很簡單回答我 令到我很有興趣 還有最後 行動出來 所以我們記得 這五項一起再講 性情 心態 恩典 計劃 行動 不看著我記得嗎 性情 心態 恩典 計劃 行動 就說一次 明白我不說了 性情 性態 恩典 計劃 行動 就是每一個經文 你都想一想 還有你這樣看人 都可以看得到的 例如應用在你媽媽身上 她有種什麼性情 她那種幫我們的性情 為何要用媽媽呢 就是比較 讓你明白神多些人 她有種心態 想幫你 想祝福你 她有很多禮物給你 然後她有計劃 她要煮飯 她要想著今晚煮什麼 她經常都要計劃一次 每天都要計劃 煮什麼菜 然後呢 最後行動 又要煮一大輪 又好熱 又不好熱 又煮完又洗 總之很多東西都照顧我們 其實神比媽媽更加細心 還有傳避 各方面都傳避祝福 那你這樣想的時候 媽媽都這麼好 我們大家都很喜歡媽媽 跟她有感情 那跟神 可不可以有感情呢 即是深深的感情 我是真是深很喜歡神 還有什麼事都影響不到我的 什麼事我都覺得 總有物 總有方法解決 一定有方法解決 所以我 什麼事我都不怕的 不受影響的 因為我不知道神是愛我的 好了 我們現在看這個經文 一起讀 講到這個經文很特別 我們修國 我們沒有奴婦的 什麼意思呢 約翰福音四章三十六節 一起讀 修國的人得公家 即出五谷度榮生 叫殺種的我 修國的一同快樂 俗語說 哪人殺種者人修國 或者說那件事真的 我差你們去修你們 所沒有奴婦的 便有奴婦 你們享受他們 所奴婦的 在這裏 我們首先 釋經先 修國的人得公家 即每一個 這裏講的是我們 我們去修國 會得到神給我們的公家 獎賞 積蓄五谷度榮生 是永遠的 修國了那些五谷度榮生 神給我們的恩典賞賜 是到永遠的 即是說你去宣教 或者周圍的人 你幫一個人 是永遠神要紀念的 聖經講到 一杯涼水給一個小子 者人不能得得賞賜 所以你幫一個人 你為一個人 祈禱得釋放 是得神永遠的賞賜 對一個人微笑 關心他 接納他 有永遠的賞賜 所以 他想到 真是好 背後是甚麼呢 背後就是神 是一個紀念 和賞賜的神 世上很多人不紀念 你做了甚麼好事 都不記得 祂是紀念 而紀念之後 祂會給你更多更多 這就是背後的恩典 即背後的聖情 祂是時時都賞賜 現在賞賜不只是來生 是今生得百倍 來世得永生的 這樣叫殺種的 和收割的 一同快樂 有殺種 有收割 俗語說 懶人殺種 即是收割者說 可見是真的 我猜你們去收你們 所沒有勞苦的 這個很特別 去收你們沒有勞苦 為甚麼沒有勞苦呢 猜你們 即是信徒 信主的人 他猜你出去 收你沒有勞苦 即是說 不是你令到他結果子 那是誰令到結果子呢 是神 因為神 叫人有這種 渴慕神的心 我小時候 都會想到有否神 小時候 我都不知為何會想 那些雲後面 是否就是神在那裡 就是去想 還有你都會想 人死會怎樣的呢 是否有神的呢 小時候很自然 很多人都會述有鬼 但述有神 有時會想一下 即是我小時候 神已經將這種心放在我裡面 即是 當我聽到聖經 我是有一種被吸引的感覺 我們當中有很多人 其實很多人以為 在報道會 你決自信耶穌 其實 我是不用這個字眼 聖經也沒有說到 聖經也說到 當我們死在過犯罪的時候 神叫我們活過來 當我們可以聽到的時候 你聽聽 最初沒有興趣 有人邀請你聽 或者有人向你循環 開頭你沒有興趣 第一次有人向你循環 你是不是真的有興趣 未必過 但聽到你裡面 就有一種反應 有一種回應 這就是神在裡面做工 神有感動我們 這是非常奇妙的 就是說 神在人的心中 煞灶和感動 我差點在他心裡 沒有勞苦 不是你勞苦 是神勞苦 別人勞苦 你們享受 貪不信勞苦 有些人解錯經 就說 第二天傳了 傳了他 傳了他又不信 然後到你傳 你算了才相信 但他說 你們個個都是收 你沒有勞苦的 個個都是收過勞苦 即是說這個勞苦 不是人做的 是神做的 好了 背後神的心意 和他的聖誠是什麼呢 就是神很喜歡賞賜人 和神是不斷做工的 他不斷做工 但是需要人的配合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人有罪 所以神能用天上發聲音 來叫人來信耶穌 神要透過人 神要使用我們 但是使用我們支持 神已經在他心中道工 在適當的時候 你去到見到這個人 然後你和他講話 神就不斷在那裡 不斷在那裡去做工 有時候你會認識一個人 你和一個人 譬如 找兩個人 一個人 這個一個人 你想和他聊天 這個另一個人 那你和這個人聊天的時候 有些好的基督徒在旁邊 就會幫忙 但是有些基督徒都會搞笑的 他會做這些事情 譬如你和那個傳統 我試過有一次 我在神學院 當時我有YMCA做工 做工 就有另一個同學在那裡做 那我就經常 那些人走到那個counter 我都和他聊天 跟著傳統在那裡 跟著另一個同學在那裡 你知道他做什麼 在那裡 在那裡陰陰嘴笑 之後肌笑 這樣做的 這樣做的 可能他根本就不相信 傳統 有很多人 他的靈命很遠 但他為什麼讀神學呢 他有些就是 教堂都很好 做教堂都很好 整班人都坐在那裡 不聽都很好 我做教堂 有些人就是因為一份工來的 就不是因為他上傳 就是說有些人 你和一個人聊 他會附和 他會幫忙 他會分享 神就是這樣 你一說 這是代母神 他就在那裡感動他 感動他 這句說話 真的幫到你的 真的祝福你的 就會感動人 你發覺有些人 聽到聖經 很有回應 在以前 其實我曾經做福音工作 學校福音工作 真的很多學生相信耶穌 他不只是一下子信 我還記得那時候 我做報道會 因為話說耶穌 全班幾班 全部都走出來 然後 我們有團契 他們整班回來 全部都坐滿了 那些房間 一下子全部都坐滿了 還每個禮拜回來 那時候 他們有上午班 下午班 那我呢 因為我就 上午完 下午班 就是上午 譬如說 我都不記得 重點 譬如他1點上課 他可能 或者12點半上課 他就會 12點來到 有個停替 然後下午班 又到他們 完了 放學了 他就下午班 那我中間 沒有空間 吃飯 有時候 我就在那邊吃飯 那些學生 我就問他 我說 你聞到我的飯味 有沒有好像 騷擾你 什麼什麼 他說 我聞到那些 多想吃 我都聞到 他就很想吃 但是呢 他都會來聽聖經 就是 真是 神是感動那些學生 來聽聖經 今天有時候 我都會遇到一些人 就是 神就在他裏面做工 神真的這麼好 就是你一路做工 他一路做工 他是永遠都 附和幫助我們 所有做神的工作 這個就是他 勞苦 他不斷勞苦不動的作工 當我們想到神 這樣的神 我們就會放心 當你傳福音的時候 你有沒有怕過呢 我告訴你 我傳過很多福音 但我都怕過很多 我試過在公共車 跟傳福音 我又怕他不知道怎麼想 真的不知道怎麼想 接著我祈禱神 神在念這個人 祈禱之後 越難以抵擋那種力量 一定要向他傳福音 我就是這樣開始的 其實我已經有一種習慣 什麼人都好 所以我稍微停留 我就傳福音 這個就是 希望大家都有這種心 就是神 在我裏面做工 我感動 我又在他裏面做工 所以這段經文看得到 神是賞賜的 第二樣就是 他是做工的 在我身上做工 有人身上做工 接著你收過 那些 credit 就是那些 公價 credit 意思就是 你得到的 是你的 歸你的 那個功勞是歸你的 是歸我你的 即是 是不是很好 我們的神這麼好 所以我們 我們中間有些人 沒有舉手 我願意給神更加使用 可能你的時間 對我 但你願意的時候 無論你有多少時間 些少時間 神都會祝福你 當你看這個經文的時候 你用神的角度看 就會很不同 就看到我們的神 是一個怎樣去扶持 給我們機會 去發揮的 幫助我們的 並且賞賜的神 好了 神賜這個五重職事 大家都聽過了 我們一起讀一下 《二伏所書》四章十一節 他所賜的 有仕途 有仙知 有全福音的 有牧師和教師 惟要成全聖徒 各盡其職 建立基督的身體 這個首先解釋經文 這個神賜下仕途 仙知 全福音 牧師和教師 對於仕途 是有很多 是有兩個不同的解釋 一個解釋 就是在新約時代 即是初期的時候 初期教會就有仕途 他們就建立這個 教會之後 就再沒有仕途了 今天有些人 他就會解釋仕途 就好像 今天有些新的方向 神就使用他 去帶領一群人 去開一個新的事工 有些新的方向 他就稱為仕途 其實是不是呢 我都覺得沒有所謂 是不是 正如是否牧師 都不是很重要的 雖然在人眼中 但是呢 其實 你是做這件事 是不是牧師都做的 其實我一信主 我還不是牧師的時候 我都很積極傳福音 很積極幫人的 那時候沒有這個牧師的身份 我已經在 我自己在香港教會 跟著我去到外國讀書的那個教會 我都是很積極投入的 就是已經有這種的 心態時事祝福人的 所以是否叫仕途 我又不會說 是仕途 又沒有所謂 不是又沒有所謂 我又覺得這個 不是很重要的一點 不過意思就是說 要麼就是蒼奇教會的仕途 要麼就是今天 會開拓一些新的事工的仕途 也好 神會像這些人 又有先知領受到神的說話 那這也是真神的 其實是起初以前 我都不知道 就是覺得仕途 今天沒有的 但是我自己親身經歷 也都看《聖經》是有講到 神說 這個《釋靈傳》二章十七節 神說一回口日之外 將我的靈 囂灌煩有血去的 你的兒女要說語言 你的少年人要見異象 老年人要作異夢 還有 恩賜之中 是有先知的恩賜 那所以今天是有先知的 就是有很多人覺得沒有的 那在釋靈傳也是的 很久都講到 即是有人領受到神的說話 所以這裏有講到 有先知的恩賜 那我自己也有不同的情況 有些人走過來 就跟我說些說話 在我以前受迫伯的時候 就有兩個人走過來跟我說 一個是三不識七 他就在聚會見到 另一個人認識我 跟著他就跟我說 他說我想和你祈禱 跟著呢 聚會之後祈禱 他就告訴我 你現在呢 在一個很困難的情況 你一定要有很多的祈禱 托轉 因為當時立刻 是一個困難的情況 而另一個人呢 就是流出村牧師 是一個大的聚會 很多人的 各個排隊祈禱 他就跟我說 他就說 現在有一群群人去攻擊你 這個也是當時的事實來的 但是呢 但是我又相信神的恩免 但是這個是給我一個提醒和鼓勵 我是不是依賴先知呢 其實我不是依賴先知 因為神都會感動我們 每一個人 所以神是一種可以幫助 以及幫助我們使用的方向 因為在神的家 就不是個個都是先知的 就是有些人領受到神的信息 有些人領受不到 領受到的呢 其實個領受到的 不過有多有使用的原因 就是個個都聽到神指出我們的罪 感動我們去跟從祂 感動我們向誰傳呼 每個人都感受到 但是有些人會感受得很準確 其中一個是王全道 他是經常祈禱上天堂的那個 他說我在一個地方 那些人走進來 我已經知道他的靈是怎樣的 就是他的靈的敏感程度 周圍的人 他說什麼狀態 他向他祈禱 他說如果我不累 我就會進入他的靈裡面 感受他的靈是怎樣的 如果我累 我就求神給義仗 就是他每次都有的 就會告訴他 他的情況是怎樣的 我自己親眼看到他的 有一個人 他跟他祈禱 他說 神給你這個義仗是真的 那個人就很感動 為什麼呢 在七年之前 神跟他說 有一個義仗 你要把這個社區福音法 哇 他說這麼難的 但是呢 然後就 王全道跟他祈禱 就告訴他 這個義仗是真的 是從神而來的 第二就是說 你最近經歷的 這個是真的從神而來的神跡 就是他最近經歷就是 說謊言 神就告訴他 這個呢 就是看著他 譬如有些人 立刻他說 神洗腦你另外 他立刻知道 他是在做什麼事奉的 就是這個是有些人 特別有這樣強的 我來講呢 我領受什麼強呢 教導 處理生命那些我就強 但是呢 那些特別 某個人的事情 我真的不是那麼領受到的 但是呢 又不要緊要 因為神給 不是個個都 什麼都有了 那我們就一起 夾粉了 就是你做一樣 我做一樣 夾粉的時候 一起事同 所以我請大家為我祈禱 去哪個國家 去哪個地方 神有配合過 真是配合的 所以我們看到 神給我們不同的職位 不同的恩賜 有事徒先知 有傳福音的 有牧師 即是牧養人的 有靈命 有教師 是教導的 神都給我教導的恩賜 幫助人 能夠明白 聖經是真的用簡單 容易明白的方法 好了 但是這五有身份呢 這個就說 為要成全聖徒 就不是他們做了 是他們成全聖徒 各盡其職 每一個盡其責任 建立基督的身體 因為建立基督的身體 就是眾聖徒一齊 當然 五重職士都有做的 但是呢 他是建立其他人 是最重要的 那這個也是我的領受 我是一定去建立的 所以我去到宣教告訴你 我第一個最重要的是訓練 不是領聚會 其實我們去到 最近去南亞宣教的時候 他經常都想我做那些醫治聚會 我說我會做 不過我最想是訓練 為什麼我訓練呢 因為我醫治聚會 又是醫治又可以全歡欣 那我做完 那我下次 你又要繼續做 但是如果我訓練到 你們做得更加好 你們就可以繼續做 高個人興起 因為很多人喜歡來到得醫治 經常都要醫治 那我就 當我為人祈禱得醫治 我就告訴他們 你可以給神用的 你可以發揮出來 這個發揮是最重要的 這是神給我的心 就是興起人 就是這個聖經所說 興起不同的人 好了 他在這裡看到什麼神的聖情 很多東西 給大家想一想 在這裡看到什麼神的聖情 或者是作為 大家想到可以開聲 大聲說出來 有些什麼呢 其中一個 就是策略 就是神的策略 就是牧師的傳道 這些就會建立人 這個策略 讓他們建立的人 這個 就是說 當我們服侍的時候 都有策略過 做什麼都有策略過 譬如如果我只是做醫治 我的策略只是醫治的時候 那種果效帶來有幾大影響 但是訓練 輕起一個人 去侍奉的時候 那個果效就很不同了 醫治的時候 那個人的醫院 是不是真的愛住呢 未必是的 所以我自己的傾向 我就會告訴別人 你醫院一定要輕起的 你如果只是醫治 整天都有人求醫治 整天都得到醫治 就是很多人得醫治 接著那些人很感謝神 讚美主 感謝主 拍掌啊 很開心 今天聚會真是好 有人得醫治 但是就停在那裡 那神的心 他的策略 這些人得醫治 他是要興起的 要訓練他們出來的 另外 神看到到 神有一個 其中一個策略 就是他是體重 即是說 領袖 予以給神使用的人 有些人說 那五樣 我都未必有份 可能傳呼音有份 其他人沒有份 其實這個身份 不是一定要你有牧師身份 才是牧師的 當你牧養一個人 你已經是牧師了 不過當然你不能告訴別人 我牧養一個人 所以我是牧師 但是你是牧養一個人 或者你牧養三個 你牧養一個 你就開始牧養兩個 三個 我起初都是這樣 我一信主 我就牧養人了 傳呼音了 我就跟著幫人 這就是由一個做起的 所以大家 開始牧養人 你就已經是牧師了 在神眼中 你教師 跟著教會聖天的真理 那你又是教師了 是不是 你傳呼音 即是你又是傳揚呼音 如果你是真的 帶領一些事奉 或者你開拓了一個新的事工 或者你家裡開一個聚會 開什麼 不過你千萬不要告訴別人 我現在開了聚會 我現在是牧師 即是你不要 即是不要說這些 我現在沒有一個人 我是牧師 你不要做這些 不過我只是告訴別人 講到功能上 我們每個都可以進入這幾樣的 除了先知 即是說有些人 他特別是有這個恩賜 先知 即其他的那些 是可以說 很多人都可以做到的 先知 即是你真的要收到訊息才好做 你沒有收到訊息 你不要亂做 為什麼呢 你又以為收到 即有些人真的 我真的見過 他以為收到 以及沒有處理生命 有時收到 他就收錯 即是有時收到 對 但接著他的生命處理 就收錯了 即是神呢 那個重點 就是放棄一些人 願意給神用的 這些人呢 就能夠成全聖徒 各盡奇蹟 建立基督的身體 這樣的時候 你看到 原來神呢 是很想興起人 那些人是什麼呢 是興起下一代的人 這是神的一個策略 就是 有人說過 我不是只種 一棵蘋果樹 我是種不同的蘋果 讓那些蘋果 結出果子 然後果子 又可以再種其他的蘋果樹 這個就是 一代一代傳下去的 即是你經常幫一個人 這個人改變 這個人改變的影響力不大 但你訓練他 成為一個訓練別人的人 那你的影響力就大了 這個就是神給我托福 那未必每個人 在這裡做這件事 如果你有這個心 你就可以成為 牧師、教師、傳呼聲的人 你就可以提升了 所以你見到一個人 有些潛質 你就開始去犯佛 我怎樣去建立這個人 大家聽到之後 有幾個人聽完 我都想做這個人呢 我都想做一個 不用怕的 你不用看後面的 你舉就舉就行 只有一個舉都不要緊的 有幾個人想做 訓練人 成為別人的祝福 即是訓練下一代 下一代的 不只是訓呼 你訓呼完 你訓練他 訓練下一代 訓練下一代 這個是很重要 希望這個信息 告訴別人 神就是體重這樣的人 當你這樣做的時候 你就可以影響別人 所以在這裡看到神的策略 神體重人 神體起人 其實人很多時候 都有不同的弱點 但是神體起人 其實全世界有幾多 牧師說到真的很好 未必很多 但是神都是用他們的 全世界牧師 有沒有發脾氣呢 有沒有發脾症呢 有沒有怒躁激氣呢 都有 神都用他們 這個又有另一件事 神很特別的 就是神是會用不同的人 雖然軟弱的人 最好不是軟弱 但是神 都依然用我們 而最後的目的是什麼呢 就是成全聖徒 就是訓練聖徒 訓練我們 各進其職 這就是神的計劃 每一個都有你的職位 這是另一點 譬如說 我們的身體 手指尾都有用 我們任何一個部分都有用 頭髮都有用 很亂 對嗎 我是特別 一有風的時候 吹的時候 頭髮就特別涼 所以我戴這個帽 就是頭髮也是有用 我現在用了頂帽來取代 但頂帽取代不了頭髮的樣子 你看回我那些 年輕人有頭髮長的樣子 你覺得 那時候有這麼多頭髮 那時候 你有機會可以 就是給你看看 我那時候是很濃的 那些頭髮 但是呢 去到讀神學 那時候那個地方 那些水不好 結果那些頭髮都脫脫 那時候開始脫脫 那就是 但是頭髮都有用 就是每一個人 幾微小也好 都有用的 每一個都是這麼有用的 所以這裡總括來說 就是神有策略 還有神特別體重有些人 願意祝福下一代 訓練下一代的人 還有神想使用每一個 每一個都有份 各盡其職 個個都是一個身體裏面的 各節各按各職 每一個都有他的職位 這樣能夠建立基督的身體 基督的身體不是由一個人建立的 好了 遵行天父子的先能進天國 一起讀一下 馬太七章二一節 凡千夫我主啊主啊的人 不能都進天國 唯獨遵行我天父子的人才能進去 當那日必有許多人對我說 主啊主啊 我會不是奉你的名傳道 奉你的名趕跪 奉你的名行許多二能嗎 我就明明地告訴他們說 我從來不認識你們 你們只能作我的人 離開我去吧 這個經文是一個很明顯 告訴別人要做什麼 是一個律法的經文 這個律法經文裡面有沒有因典呢 我說說律法不是律法主義 才是有因典 封印和律法 因典和律法 那律法不是一定是律法主義的 因為愛人如己就是律法來的了 愛人關心人傳福音 信靠神都是神吩咐你做 吩咐你做的就是律法 神恩典就是神賜給我們的就是因典 由上而下就是因典 我們向神或者向人做的就是律法 就是神叫我們做什麼 你有信心就是律法 你要喜樂都是律法 是神叫你做的東西 這個就是你要做的 但是怎樣有喜樂呢 就是因典是神給我們喜樂 再聽一次 要喜樂是律法是戒命 但是你能夠喜樂 不是戒命所以令你喜樂 你一個人很煩 笑吧 笑吧 開心點呢 他笑不出的 但是當他知道神愛他 神就是照顧你的 你祈禱之後經歷到神的愛 他就開始會笑了 開始由平安喜樂 喜樂一定是由神來來的 遵從律法的力量都是從神來的 好了 這裡講到 聖經講到就是說 不是個個稱呼主啊主啊 你先解釋一下經文 都能夠進入天國 不是個個主啊主啊 就是祈禱的人 不是個個祈禱都上到天堂的 為了遵行我天父子的人 有很多人就是神呀救我 神呀救我 神呀醫我 神呀給我錢我 給我老婆我 什麼都是求的 的時候 他未必是行神的路 他的心態只是在神身上得到贏 的時候 他未必得救的 為了遵從天 我天父子的人 才能夠進去的 現在當時有很多人跟 耶穌說主啊主啊 我不是奉你的名傳道 奉你的名趕鬼 奉你的名行 去到二人媽 但耶穌就說 你們這身作惡的人 我從來不認識你們 離開我去吧 就是講到 神不認識他們 我從來不認識你們 你們這身作惡的人 離開我去吧 這個是一個很嚴重的境界 就是說 如果我們說信耶穌 但是沒有生命的改變的時候 我們是可以不得救 可以不進入天堂的 是一定 得救一定靠信心 這個是從聖經其他經文所講的 你們得救是本乎因 直著信 在中文翻譯做 也因著信 其實不是因為 是through faith you are saved by grace through faith 本乎因出於恩典 直著信耶穌 是不同的 一個是方法 一個是來源 來源就是因本乎因 亦都是直著 是直著信靠耶穌的 就是用一個比喻說 當日一天你差不多浸死 有一個人浸了你 救了你 你不會回家說 我今天差不多浸死了 有一個人救我 幸好我肯捉住他的手 所以我今天回到你 你不會這樣說的 你不會說 你會說 我今天應該死了 但有沒有人走過救我 真是大救命大恩人 我們會說 他的恩就是恩 你不會誇要我 我肯捉住他的手 我肯捉住他的手 你不會誇要我肯捉住他的手 那人有沒有搞錯 人家救你還是我肯捉住他的手 難道你不肯捉住他的手 信心 耶穌救你 好吧 你被耶穌捉住你 那這個就是信心了 所以信心是沒有可誇之處的 等一下好像我講到 你們得救是本乎因 直著信是直著信耶穌 所以得救 那個原文是直著信 但是中文翻譯做 廿恩就信 好像本乎因 廿恩就信 好像兩個平衡 是不平衡的 是直著信是不同的方法 知道嗎 你就是頸餓死了 肚餓死了 那有人把東西給你吃 那你要怎樣得到呢 你要拿和你要吃 同樣 我們的信心都是一樣的 好了 得救是本乎因 直著信 但是得救之後呢 是叫我們行善 就是神 預備叫我們行的 就是叫我們活出來 有神的生命 那這也是說到 吩咐我們做什麼 但是恩典有什麼呢 為什麼人會遵從神的旨言 其實人呢 那個本性呢 譬如當人一開始信耶穌的時候 那個本性呢 本來呢 可能喜歡罵人的 喜歡發脾氣的 喜歡猛震的 喜歡說謊的 喜歡說謊的 但是呢 就發覺兩人有個聲音 說完謊很不舒服 在初信的時候 因為呢 心單純了 所以有很多初信的人 一信耶穌 立刻覺得很不舒服 因為有幾個人是這樣的 有幾個人 一拖信 忽然間就犯罪覺得很不舒服的 很不舒服的 有些人呢 他不是真信的那些 就是好像 在那裡說什麼 好啦 你叫我信 當然信 坐在那裡聽到 那麼悶的 那些人未必有這個改變的 即是他沒有這個心 他未必會有這個改變 但是那些真的覺得耶穌很好 他裡面有聲音 這個聲音哪裡來呢 就是神那裡來的 就是神呢 就會入了你的心 他就會感動你的 他就會吸引你去跟從耶穌的 所以我很多時候 跟人傳播的時候 我說 你試試開始求耶穌 耶穌就會在你身邊做功的了 他就開始吸引你 你開始犯罪覺得不舒服的 你祈禱求耶穌幫你 他就開始改變你的了 你就看到神是活著是真的 你越多跟他聊天 你就越發覺神是真的 就是說 就是神進去我們裡面 令到我們覺得犯罪不舒服 於是 那個人呢 就會開始改變了 開始聽神的話 那不聽的時候 怎樣呢 神就不會放棄 神又激動感動 其實我們想耶穌有些人想 很多年都是 一樣有懸弱 一樣有發脾氣 一樣有猛爭怒 一樣有負面 一樣想起一些不好的東西 但是神又會提醒我們 神提醒我們的時候 有很多人提醒很多次 才開始不說謊 即是神提醒一次 不要說謊 不行了 不說謊 別人會罰我 很大的 很大的 不行了 覺得很難 但是呢 到某個時候 一路神感動了很多次 開始願意去做 這個就是神感動我們 一個人會改變 結果子 會遵從神 都是因為神在他裡面做功 平時在聖靈一路感動他 一路帶領他 神的懷疑一路感動他 所以他會改變 這樣的人呢 就是有神的生命 有神的生命 神就知道誰有神的生命 那個人呢 就可以進入天堂了 但有很多人只是做外面 他裡面沒有神的生命 或者拒絕了 因為道種入了他的心 不過他是硬土 或者是經激的土 於是呢 就不能夠結果子 所以呢 那個都是來自神 就是說你講律法的經文 一樣去想一下神做了些什麼 這樣的時候呢 你就會看得到 哇 原來整日 四維都是神的工作 時事都是神的工作 好了 現在我們又操練了 我們看這個 馬太五章三節一起讀一下 虛心的人有福了 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哀悼的人有福了 因為他們必得安慰 溫游的人有福了 因為他們必承受地道 饥渴慕魚的人有福了 因為他們必得飽足 哀悼的人有福了 因為他們必無連述 清心的人有福了 因為他們必得見神 死人禍的人有福了 因為他們必稱為神的義子 為而受迫班的人有福了 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這些都是講到生命的改變的 這些都是講到生命的改變 好了 那我們每一點看一下 就給大家操練 兩個兩個操練 那你操練 你就可以 其實各點都可以 很快地想一想 神有什麼恩典呢 在這裏看到什麼神的恩典呢 或者神在這方面的聖情 神在這方面的聖情 有什麼聖情呢 那你試試想 如果你真的想不到 你又舉手 那我走過來幫幫你 但是每一個都想一想 這裏八福裏所講的每一件事 在這裏看得出什麼神的聖情 或者神 一種就是神本身有這種聖情 譬如 虛心 神是很虛心的 如果你不明白神怎麼虛心 你想一想 神是不是很虛心的 神是至高 但不過是很虛心的 還有神怎麼把虛心設給人 神怎麼令人有這種謙虛的心態和生命 大家可以試試 神本身是怎麼謙虛 神怎麼謙虛地幫助我們 還有人怎麼被神改變成謙虛的 我要補充一點 因為剛才有一個人問我 他說 哇 這樣得救不就很難了 我們看經文法 看七章 日一到日三節 那裏所講的就是 人遵從天父子義的人 其實什麼人得救呢 就是說他真是有信耶穌 他會得救 真信耶穌 他就會有果子 真信耶穌 神就會在他裏面 感動他 叫他知罪 他就會悔改 會遵從 即是他會信靠 會親近 會遵從 這樣就是真是得救的 但有些人得救是僅僅的 即是神感動他 叫他知罪 他是僅僅 有時候會聽神的話 生命裏面有很多的軟弱 那誰決定他是得救呢 是神 就是神的靈度 在他裏面 是否能夠運行 這個人 神在裏面運行 他會回應 那個呢 就是得救的 即是他會回應神 他會跟從神 遵從神 愛神 愛神 很多人說 他不是很愛的 但他起碼會看從神 覺得神是寶貴的 他會有一種 想做神要他做的事 這樣的心 這個就是一個得救的 有些人很明顯的 很清楚 你看他 哇 他整個生命都給了耶穌 即是經文所說 有些人 奉愛明全道 趕鬼行二能 意思是他外面做 但他裏面根本跟神沒有關係 即是他只是一份工 或者他覺得很好玩 我認識一個人 他不信耶穌 但他又嘗試奉耶穌明 趕鬼又趕倒又反應 是的 他可以有這樣的情況 雖然他 他也可以受邪靈的攻擊 不過他當時他試過這件事 他發覺是有反應的 即是可以有反應的 雖然可以邪靈攻擊他 他又覺得很好玩 但他不會覺得 即是他不是真的想跟從神 有些人知道神 但他不跟從神 即是他生命讓神 神會感動他 他會回應的 和神有關係的 他會信靠親人遵從 那這個人就是得救的 所以就不要覺得很難 其實是一個跟神的生命 但我們不應該緊緊去到緊緊得救那裡 還有就不要說那些 在那裡怕死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得救了 喂 或者還未得救 死了 我犯了罪得不得救了 你犯了罪 你真心悔改 求耶穌赤面 你就真的得救了 你真心悔改 你又真心悔改 神啊我求你幫我去改 那時候你是得救的 OK 好了 另外一點就是 說回這個 發言神聖誠講道法 因為很多人 講道 講信息分享的時候 很容易會只是說 虛心有福 你看那個人多虛心 這個人多驕傲 驕傲真的不好 虛心又多好 我們怎樣虛心 那就是講到人的話 沒有講到神是怎樣 我就想大家時時講的是 神是怎樣 讓人看到神多美好 就是我一直講 這麼多 我都講到 就算是傳夫人 都是神做工 叫人傳夫人 有傳夫人 有仕徒 有仙子 都是神感動這些人 就是所有的工作 都是神感動人的 神有這個聖情 所以神的疑慮就是 這種表現了 我們就講虛心的 我們就講虛心 我們虛心的意思就是 整個都是謙虛 謙卑和驕傲 我們就看到神 他由主耶穌 又去降身 開始 他都是很謙卑的 因為他本身是神的 而只是回憶 但要選到 就是去一個馬賽裡降身 其實他所有的身份 已經是將來降低了 就是變成這樣 他說是選了老公 那裡來降身 另外就看到他在獎大 在過程中 他都是很謙虛的 因為他本身來說 其實是不止 應該很符合 那些經文 那些話語 但是他在小童的時候 他很容易 很安靜地去到聖殿 聽那些講道 是幾天的 我覺得他都是很謙虛 不是很受教的牌子 但是他在聖殿裏面說 他都是反抖自己 就是降身為人 因為神的意思 其實他不可以 想到理由 就是你要怎樣 你要怎樣 還可以將我們這樣 但不是 我們將屈袖 做一個偏尾 勞布的現象 反抖幾十萬人的認識 可以跟我們接近 可以跟我們的聲稱 可以教我們 OK 我們想講這個時候 你講的都是對的 我們想講的時候 是令到別人更加感受到神的謙虛 去令到別人聽的時候 或者會欣賞到神的謙虛 那你剛才所講的 就是耶穌的生命 和耶穌的別釘 我鼓勵大家 你多講一些神 作為和基督徒的生命有關 就是和我們日常生活有關 你剛才講的都是 和我們生活有關的 大家想不想到一些 誰想到的 立即可以舉手 立即講 耶穌為門徒洗腳 是 就算我們說阿花的時候 都不會幫兒子洗腳 是 我們說耶穌幫門徒洗腳 所以真的很低 OK 好 但這個應用出來 在我們日常生活 應用出來即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 謙虛就是 我不堅持我的 對 不堅持我的想法 覺得 咦 可能上帝 祂有另外一個方法 或者有些更加好的心意 就是我不會堅持我自己 我一定對的 我一定對的 就是謙虛 是一個表現的 但我正在講神 對 因為我們 其實回到神聖誠 講到法 不只是講神 不過 其實祂很 對 我對不起 如果說神 耶穌是神 但祂不以祂自己強迫 祂願意 佈成肉身 高低自己身分 來到人世中間 成為人 這個就是謙虛 這個他講了 我對不起 但我講和生活有關的 神的謙虛 我們的生活有關的 神的謙虛 神願意來到我們 去服侍我們 是的 形容多些 你說對 他願意服侍我們 我們形容多些 就是讓人深深感受 這個東西 祂願意祝福我們 我們不救的地方 甚至我們不明白 祂願意教我們 這個就是祂 因為祂不會因為這樣 去願意去建立我們 甚至有時候 祂有些是祂願意等我們 有時候有些計劃 是明明我們不夠 祂願意等我們 讓我們更加成熟 神的生命提升 才會成熟 OK 好 還有人想發揮這方面 好 神是不打動 24小時 還要更厲害 那些妹子四個 前後四面環繞我們 按照我們 在我們身上 不停地定睛在我們身上 好像情人那樣 還有時刻地去關顧 祝福 祂盡心盡意盡力去愛我們 雖然祂想感受我們 盡心盡意盡力愛祂 但其實神自己做了這個步伐 祂很謙卑 祂不是等祂做了我才做 祂做吧 因為我是萬王之王 萬夫之主 祂應該走來朝拜我 但祂不是 祂不斷圍著我們 所以我們每天按所謂身上 去服侍我們 每一刻每一秒 只要我們 有一點偏離 鬼道 祂又立刻 派很多律師 是忙碌的 很不得了 真是 很清晰的 沒錯 非常好 其實這些我以前都講過 當你比較 對比 你想講一下最好的對比 就是天上的神 是天使都服侍的 天使都服侍敬拜的神 居然來到我們的生命之中 不斷環繞著我們 比妹仔更加勤力 更加投入 妹仔都會埋怨 神是完全不埋怨 24小時不斷地圍著我們 祝福我們 保守我們 當我們不聽話 祂又感動我們 我們聽話 祂又提升我們 又令到我們更加享受神的關係 神是永遠的謙卑的服侍 祂雖然同時是萬王之王 但祂同時這麼謙卑的服侍 當我們這樣想到 每一次你收到神的感動 神啊 祂又感動我 真是好 我們有這個回應 我想大家就培養這種 怎樣能夠說出來 讓人聽到的時候 有回應就是 每一次當你敬拜 一敬拜這麼喜樂 一吐過這麼平安 多謝耶穌 耶穌正在服侍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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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祈禱 哇 真是享受 哇 因為耶穌和我一起 我就享受了 就是祂正在服侍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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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不看得到 就是我們看聖經 盡量去 在聖經裡面去想 神那種美好 其中哪一件事呢 是神做的和我們不同的呢 就是什麼呢 你知道嗎 這麽多一件事 是神做的和我們不同的 機學無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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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可以說是不同的 有不同的 但有一個是很大不同的 神都會 祂都是機學 祂的學無 更加是有聖結公義的 這個都 所以你都可以說得通 但有一件事 它是和我們不同的 完全不同的 是什麼 清心 清心 神清不清心 神當然是很清心 我們清心 即祂叫我們做的時候 祂自己都做一樣的事 但有一件事是祂叫我們做 但是祂做和我們完全不同的 而神無受逼迫 神無受逼迫嗎 耶穌受逼迫 神的名受逼迫 另一件事就是哀動 因為哀動 因為哀動 神 這裡說到哀動的人有福 因為必得安慰 即是說到一個人很憂傷 但很想神安慰 神又會安慰 即是有個謙虛 因為神永遠都不會有那種 哎呀我犯罪了 我好憂傷 那種他永遠都不會有 但是神有哀動 那種另一種 他為耶路撒冷哀動 為全世界的人哀動 就是這個他是有的 但是其他呢 即是好像普通人那種 哎呀我真的做錯事了 哎呀神射念我神 沒有這個部分的 OK好 我們 叫他溫柔了 誰想說溫柔 我們剛才說第九點 第九點 即是第九至死人禍目 那麼我們 Helris在想著 神怎樣去磨目呢 那我剛才有個要念 就是 神禮天露 聖父聖子聖靈 三位一體 他們應該都不會鬧架 我想到是 即是 講叫 叫 耶穌他降生成人的時候 就是為我們 低死十字架 我們經常講 聖父聖子聖靈 他會不會鬧人家 我不肯呀你下 我不肯呀你下 才下去 但是人就會 人就說 要做事 要有些什麼要做的時候 就會有很多爭拗 我們實際上 在每一個環境 人都會有爭拗 即是在家裡會有爭拗 在聖靈圖的團隊 甚至在教會上 都會有爭拗 甚至在這裡 叫我們磨目 我們看到耶穌 他帶領他的門徒的時候 他一直都勤叫他的門徒 要如何謙卑 如何去看別人 這個教導 這個就是論法 即是神 吩咐他 現在我們講神 他本身的質素 使人磨目 神的質素是什麼呢 我看見耶穌被人捉的時候 其實是否要後面秘得 即是他拿刀去 尾針 是的 即是拿刀去射到他們的耳 但是其實耶穌叫他不要 這是第一個 因為耶穌的年老 也就是耶稣知道祂的 其實你都會看到耶稣 其實祂不是要人動刀 是 我確實想到這裏 我想說一說 我發覺你們有些想法 在聖經耶稣在世上的日子 我們應該可以想多些 神現在在今日做些甚麼工作 譬如 首先我講謙虛 神今天謙虛祝福我們 因為這跟我們的關係最接近 我們可以用聖經例子 但是最好除了聖經例子 就是我們實際上會經歷到神使人和睦 但是神使人和睦和神和睦 其實我就想不到 神本身有和睦的聖情 神去到哪裏的人 祂就會沾念到神的聖情 祂就會變得和睦 祂就不想吵架 這就是沾念到神的聖情 神有一個很和睦的聖情 你有沒有發覺 你相信耶稣 你回家不想吵架 雖然有些基督徒都是吵架 不過他們因為沒有聖聽神的聲音 當你敬拜完之後 然後有人跟你吵架 你的心是不想吵架 因為有神的同意 神的聖情就是和睦 和令人和睦 祂是和睦的 質素是和睦的質素 當一個人回到 為什麼人會去到信耶穌呢 本來人是和神敵黨的 但當神的靈一感染他 他就馬上會和神和好的 這個就是他令到人 即他本身有這個和睦的性質 這個和睦的性質 一碰到那個人 那個人就會變得和睦 他越有神的聖情 他本身變得越和睦 他亦都會叫那些人 他亦都同人和睦 即他去尋找人 那就是使人和睦 亦都使人同別人和睦 即他本身有這個性質 沾染他的 就會給他這種性質影響 令到人和睦 人和人和睦 這個問題已經是 如果我將他五點說一下 他有和睦的質素 他有心態想令到人和睦 然後第三 他有這個恩典賜給人性靈的同在 神的感動 神的話語會感動人和睦 然後他的計劃 怎樣令到人和睦 然後他的行動上去幫助人 有些人可能會吵架 怎樣分裂 但是神會叫他和睦 這個意思是 他本身有這個質素 而我們講到神聖前 神的聖前 首先他本身有這個質素 然後他令到人有這個質素 這個就是怎樣去說法 為什麼這樣說呢 當我們看到信主的時候 真的覺得 就很有感動去和人和好 就是這個神的聖情 所以我們就回應神 當神感動我們和人和好 去關心人的時候 我們就回應神 有和 但很多人不肯 因為不服氣 很多基督徒和神的關係不遠 他就不服氣 和老公老婆不肯去和 跟一些人相處的不肯和 但是當你時時有神的恩典 你敬拜完 神就會感動你 這個人 你未和他和睦 這個人你未和他好 他就會搞動我們的心讓 我們肯去和睦 因為他有這個聖情 所以既然神在我們心裏 有這種和睦的聖情 令到我們真的覺得 在神裏面很平 很和平 能夠和人和睦的仇 我們就走出來 真的有這麼多和人相處不好的人 都去處理 以致我們和人完全不和 這個就是 鼓勵人 挑戰人 即我們的信息 不只是停在神的聖情 不過我們首先說神的聖情 至於聖情虛心那裡 講得神那種虛心服侍我們 然後又可以對比 人的虛心 人的虛心是什麼呢 人本身是靈的 我們出生是出於 完全是畜生出於無福 什麼都是父母給 而父母有的都是神給的 出生的時候什麼都好 神提升他 一路有知識 一路成長 一路能夠做不同的事 然後他發覺 原來之所有都是神給他的 所以他是由靈開始 謙卑就是回到靈 我什麼都沒有 我即身終於無胎 所以我什麼都不能誇獄 這個就是人的謙卑的比較 人是由靈開始 我們恢復回靈 但是神是怎樣 神的謙卑跟我們不同 因為我有空就想這些 神是完全的 完全完全的封城 至高至榮耀 他謙卑是由他自封性降到靈 如果用廣東話一講 他降到人的渣 給別人釘手指甲 對不對 是人的渣才給別人釘手指甲 他根本沒有犯這樣的罪 他不應該受釘手指甲 但是他是由自高降到靈 我們自己以為厲害 降到靈 根本我們就是靈 但是他是自高降到靈 即是怎樣 我用個比喻 他根本身的身份 他根本不是這個身份 而他又不斷在這個身份 服侍我們 但是人就經常以為自己好 但是在謙卑就說神 其實我開始是靈 所以我都願意謙卑服侍人 但是我本來就是什麼都說 不過我現在把神的一點分給你 那種謙卑又不同了 所以既然神那麼謙卑 我們算得什麼呢 那些人又會驕傲 我好聰明 我傳了很多福音 很多人相信耶穌 我帶了很多人改變 我有聖靈的因 多厲害 全部都是神給的 所以一點都不可跨 當神一知道的時候 神就不起源 神就可以把所有東西拿走 所以其實這個《法润聖經》 講到法 是起初是講神的聖情 但是一直講 又會講人 其實之前講過 不過我們下一次又會再講 希望大家 會渴望 經常被人看到神的美好 天天都看到神的美好 因為這就是我們的目的 很多人是宣揚 怎有信耶穌 不是宣揚耶穌幾好 不是宣揚神的美好 這是不同的 經常說 你怎麼信耶穌你就得救 神會幫你的 是宣揚你怎麼信耶穌 你怎麼得福 不是宣揚神的美好 我希望大家經常是宣揚神的美好 這個就是 真正聖經講 是宣揚 自我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也都聖經所講 榮耀神 榮耀歸於真實 將榮耀歸給祂 這個就是 發揚神聖條法的目的 亦都令到人更加被神的愛融化 更加想跟從神的